立東月份是讓小孩要上課的心中的推薦 中華市公司與中華各種的道書館合作 這就是各種新的時侯帶收集資料 是多參與審査跟學位 除了後出版料包括地境、英文和生臺這三份的立東月份 更特別的是 還有一條外丸議和印尼語庭德國議員 讓小孩能夠檢查了解中華 拿到尾本說告書讓小孩聽 本身就是生臺專家的中華市長 說到南露營的故事 也就是掃夢叫 嚴世憲表示 這條立東月份除了用國議來下議法 也加到台語、南語、印尼語庭德國的議員 這到月份讓小孩對我們中華有進一步的實施 在這裡用北京議、國議來下議法 我們也用台語、南語、印尼語 讓我們新住民的第二代 我們也能認識我們的文化、我們的形態、我們的地境、 我們的中華所有一切 所以這是台灣第一份用青年朋友 自己來寫 參與委本製作的中華高中學生涯工 團隊由收集資料開始 一路到文理下作 跟會出一百一百的道品 過程讓他們學到很多課本上沒有東西 住財的尋找當中我們去學習到彰化在地 可能譬如說我們有參訪賴和文學館 然後一些賴和相關的文物等等 然後我們也從中學習到課本以外的知識 我彰化不只是只有八卦生而已 這是大家的印象 就是我們把我們高中生常常上下課 在路上所見的各種風景 嚴肅行鑿 這條委本真是和親主做回來看 委本的內容 他會作成動畫 放在在使用所有的網站上頭 透過親人朋友的時間 讓更多人感受到中華鏡子的創作能量 在中華新聞 中謝良 中華蔡宏報道 來 再一次好不好